一池厨房 防疫大作战 3 2 1 由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陈世忠牵线 双北政府与民间团体一起合作的 洗食厨房这次揭幕 开始营运的第一步 就是要每天送出300个便当 这几行动来做我们的 送我们关怀我们第一线的 最辛苦的我们医护人员 及被居家隔离的一些民众 洗食它本身是爱洗食物 然后减少这种食材浪费 它有环保的精神 然后我们做成便当去送给社会的弱势 它也有爱心 所以这是一个既环保又 进去爱心的活动 防疫关键时期 中央地方一条心 从指揮官陈世忠的严厉 也看到感动 两个市政府 两个市長 都很有百当 看着我们台湾人的心 我们台湾人的心 都是这个 看着社会有需要 大家就聚好出来 我强强要说 合作才会成功 合作才会成功 不合作才会成功 你也不会成功 洗食便当在防疫时期过后 也会继续帮助弱势 不让爱心落后 大爱新闻急进学员 柯新智台北报导 你也不能成功